可是主要知道 你就参访舍方诸佛了 舍方诸佛给你说什么法呢 统统给你说念佛的话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真实当中的真实 一真法界的一真法界 了一之了一 是最究竟最彻底最圆满的 这个法界 这个法界里学什么东西呢 就是念佛法门 从这个世界到他方去参访祝福 祝福当然给你讲 一切法里头最殊胜的第一法门 第一法门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解 念佛成佛 给你讲这个法门 你要不相信他华言经上 华言到了地上菩萨了 摄地菩萨始终不理念佛 所以才晓得这个法门呢 是一切祝福之所赞叹 一切祝福之所弘扬 其他的这个法门经典 没有这样说法的 那么换一句话说了 你到受访一切祝福能参访 跟请阿弥陀佛的话完全一样 你还有什么怀疑 一点怀疑没有 你就参访别的佛 比如说念佛还是不行啊 参禅还要紧啊 佛不会这样劝你吧 佛还是劝你念佛吧 一切祝福一口同音啊 都劝你念佛成佛了 这个就是观金三佛 身心因果 那个身心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才知道这个法门第一殊胜了 有没有 有没有 结果 就不信心 那是 没有 我们 我们 我们